在那个过程当中 因为包括带着外宾 包括当地人在谈 有一个很好奇的当地的人 就问我们 以后这个地方就现在场色漂亮 大家都在讲说气候变迁以后 海平面上升 我们这个地方以后会变怎么样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 特别是有一个民间的这样子问 但是我们就告诉他们 这个地方的行程是在过去 一个不是很长的时间 就这样子几十年的时间而已 很快的出来 那出来之后 现在淤在这边的沙子 跟这个海水会带走的沙子的平衡 这些数字其实没有人研究 也没有人有数字 还没有 只能有猜的 没有人讲的准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讲说 我们没有观察十年二十年 其实这个东西不一定有准的 但是渔民就开始 就是当地的这个民众 就有一点点沮丧 因为你们这样的回答 让我们对这块地 就失去了一些想象 通常一个生活在海边的人 看到这块地 就好像我们农业的农村的小孩 看到一块地 你如果真的对这个地有感情 你不会放在那边挡着草 你会觉得说 你应该好好去耕耘它 让它有产出 那渔民他们也是很想要这样 他说可是现在因为很多人在讲保育 保育如果是不是能够有一些事情 使他们可以做得到的 甚至说如果有些事情 是他们可以去种海边适合的 他们都很乐意配合 可是在我们这样一讲 他们就觉得 未来的这个东西 好像他们很不确定 所以他们不晓得 他们这样子努力 会不会成果 他们就开始会犹豫 我们的土地 我们越不清楚它的未来 我们就没办法提出一个 很有计划 很长远的一个规划 让我们可以跟这块土地 长长久久 非常和平 非常舒服的两边能够共存 高美师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我们似乎没有找到一个 我们自己都觉得满意的谈 我想我们过去的故事 有的都是比较happy ending 但是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很清楚 它是一个课题 也许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 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得到它 可是是不是有下一代的年轻人 更多的愿意 用这种角度再继续观察一代 两代长远的了解它之后 就把我们刚刚提到 人的那种长久以来的焦虑 或者说好像不知道怎么办的 那种失落 能够重新找到一个很稳固 大家觉得说这是有盼望的 我们就应该这样子做 这才是我们应该的未来 这种努力是需要 一代一代的事态的投入 我觉得我鼓励 住在那附近或有心关怀的 画这个美丽为动力 让你的喜欢它 变成是一种观察 变成是一种了解 变成是一种探求 以至于你对它的未来 你是有把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